股票充四块钱 它充到了什么呀 十七块钱啊 你们现在不要再充进去 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借投资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三哥发财务今天该讲了 今天就讲讲中国资本市场里面 价值投资的好公司 这家龙胜 通常在中国资本市场里面 股票买卖投资有两种理念 一种叫价值投资 这个呢需要有点耐心 需要花点时间 另外一种呢 我们叫去世投资 随着股票市场的波动 高抛低息 赚一仗杀跌 要看基本面 要看K线图 快进快出 三哥呢对那个去世投资 是非常不熟悉 那么不许也听了一些 所谓的证据大咖了 给三哥介绍 三哥告诉你 这个公司马上要重组了 马上要携手一架优秀企业的 那么听到这些消息呢 那么三哥也很激动 你现在是抄底的时候 三哥进去了 到三哥一进去以后呢 发现第二天就套出了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解套之中 我发现了中国资本市场里面呢 有些企业呢 经常是把习事当商事办 把商事当习事办 三哥是讲价值投资 什么叫价值投资呢 大家看看 巴菲特他就是做价值投资的 在2008年的时候呢 中国有一家企业 做新能源车的叫比亚迪 他在香港上市 这个大家都不看好 因为当时呢 确实在讲新能源车这个行业呢 因为展览也不是很稳定 续航也不是很长 都没看好他 但是呢 巴菲特认为了新能源车 一直为了去世 而且呢 他又是这个行业的龙头 所以巴菲特毫不忧郁 美股八块港币 花了十余港币 买了两亿多 那么到了2009年的时候呢 这股价涨了十倍 从八港币呢 转到八十港币 那作为一般去世投资来讲 哎呀 介好就说吧 十倍了 我们应该赶快偷现吧 但是呢 巴菲特讲 我们这是一个价值投资 而且呢 大家还没看到比亚迪 他的价值的爆发的这个空间 虽然呢 这个巴菲特就暗兵不断 2021年的时候呢 巴菲特又写了一封 自护东哥信 他就告诉大家 到了2020年 在比亚迪上面 我们发了25倍 我们从八港币已经赚到 美股现在200多港币 那大家看 这是赚那个天文数字 到了 他中间花了 花了十二年的时间 那么这个就是价值投资 那么三哥为什么 要介绍的浙江龙胜 三哥也是想学学巴菲特 做做价值投资 所以2003年的时候呢 浙江龙胜上市了 把他的公司的 年报拿来一看了 他是个化工行业的细分龙头 做服装纺制病的染料 大家知道 衣食住行 衣食方式第一位的 所以呢 三哥就大辛苦进去了 发信价多少呢 美股 八块 五毛一 大众一千股 那么花了多少呢 八千五百一十块钱 一年以后报表出来了 金币论呢 在少二十以后呢 2004年后呢 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他很慷慨的给大家 每食股分一块六 哎 一起看不错 知道吧 行业龙头啊 这个给股东分红啊 利润增上啊 毛利率啊 包括他的英州英富都做得不错 所以呢 哎 三哥现在想啊 尽管股票上去了一点啊 但是呢 作为一个价值投资啊 李教授按钉不动 到了2005年啊 再一看报表 哇塞 利润又开始增长 又增长百分之几啊 然后接下来又分红啊 每股分一块六啊 三哥买了这股票以后呢 其他不管了 每年就分红啊 结果从2003年到了2020年 分红分了16次 到了2021年的今天 三哥2003年当时投资了 八千五百十块钱啊 现在直播了呢 告诉大家 23万多一点 这还是刨掉了我们现金分红 正在那多少呢 27倍啊 三哥这股票到今天还没有刨 那么三哥回过头来 看为什么我们觉得浙江荣盛啊 有这么好的一个价值投资的 这么一个机会给三哥呢 从这样的定位来讲呢 他紧盯了他的化工含量 而且呢 在这个过程中 他不断去并购一些优秀的啊 国际上的一些蓝料的研发机构 来增强他的研发能力 他除了主要做化工蓝料以外呢 少为了就做了一点点的房地产 做了一些金融投资 也是为了他的化工蓝料这个行业 所谓上下游的延伸 第二呢 他对资本上非常严而有心 你看他从资本上拿了多少钱 26亿 分给资本上58亿 也就是说他对资本上是非常严而有心的 而且呢 他分红政策是非常稳定的 第三呢 他的财务状况非常稳定啊 就是大家看看 他从03年上市一直到2020年 除了2016年的销售收入略有下降 他每年都是有10%到20%的增长啊 就是销售收入非常稳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三哥持有这个浙江龙胜的股票呢 回报呢 也达到27倍左右 那么三哥今天在这里讲价值投资呢 并不是意味着啊 跟大家讲 你们赶快冲进去 浙江龙胜显然可以买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价值投资就是在他 价值最被低估的时候 再三跟大家强调啊 你们现在不要再冲进去啊 那浙江龙胜我也买了啊 那么过了两年我也能拿到27倍 大家看看三哥是花了多少时间 二六零三年 花了将近十七年的时间 所以呢 在中午的资本市场里面呢 三哥是比较提倡价值投资的 价值投资就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 你对这个资本市场啊 对这个上市公司啊 要能够做这个很好的判断啊 第二呢 你这个投资有一定定理 要有一定的耐力啊 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你才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回报 所以呢 今天呢 三哥在这里讲啊 浙江龙胜是一家值得价值投资的好企业 那么希望大家看完以后呢 还是一键三点啊 感谢大家